北京时间3月18日凌晨 总奖金为125万美元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Super 1000 结束了5个单项1 4分之1决赛的全部争夺 国语开赛以来的强劲势头在八强站遭到遏制 13人组合出战取得了七胜六负的战绩 共有男单两人 女单一人 男双二队 女双一队 混双一队 晋级半决赛 依然保留着冲击5个冠军的希望 男子单打 施玉琦内战获胜 李时锋淘汰黑马 施玉琦在与翁弘扬的内战中 以2比0 21比9 21比16的比分 直落两局获胜 晋级男单半决赛 翁弘扬虽然落败 但全英赛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 也为其后面的比赛提振了信心 面对上轮淘汰了安赛龙的马来西亚选手黄志勇 李时锋依旧延续了出色的状态 以两个21点11分的比分 击退对手 晋级男单半决赛 女子单打 陈宇飞晋级 和冰娇 王芷怡止步 前4号种子会师半决赛 4号种子陈宇飞 经过56分钟激战 以2比0 24比22 23比21的接近比分 显胜印尼选手玛丽丝卡晋级女单半决赛 5号种子和冰娇 以0比22比21 11比21的比分 赋于中国台北选手戴茨颖 无缘女单半决赛 赛会6号种子王芷怡 以0比29比21 12比21的比分 赋于头号种子山口倩 无缘女单半决赛 男子双打 三场逆转 梁王和周晋级 涂欧遭淘汰 两尾坑王场再演逆转好戏 面对印尼组合卡尔南丁马兴 两尾坑王场在以13比21的比分 先负一局的情况下 以21比19 21比18的比分连班两局 逆转战胜对手 晋级男双半决赛 何继平周浩东延续了开赛以来的出色表现 与日本世锦赛冠军小林U5保木卓朗基战三局 最终以2比17比21 21比18 21比21比15的比分 逆转获胜晋级半决赛 5号种子刘宇晨欧选义 与3号种子印尼老将阿山亨德拉基战57分钟 最终以1比2 21比16 19比21 19比21的比分 遭到逆转 无缘晋级 女子双打 樊晨 李问妹 刘玄玄遭淘汰 国瑜谨正书贤正宇晋级 3号种子张书贤正宇发挥稳定 以2比0 21比13 22比20的比分 直落两局战胜了日本组合松本麻佑永元和可纳 成为唯一晋级半决赛的国语女双组合 头号种子陈青陈甲一凡 在与老对手韩国组合金招印孔熙荣的对决中 以1比2 21比19 20比22 22比24的比分 遭到逆转 遗憾出局 李问妹 刘玄玄 则以1比24比21 21比18 12比21的比分 赋予印度组合乔丽格亚特利 无缘半决赛 混合双打 雅思稳如磐石 晋级半决赛 头号种子郑思维 黄亚琼 仅用13 10分钟 便以2比0 21比13 21比11的比分 战胜了日本选手金子优树松油梅佐记 晋级混双半决赛 锦号 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锦号 2023全英羽毛球公开赛锦号 锦号 两尾坑王长锦号 锦号 郑思维 黄亚琼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